为了深化普及连结教育建立培养良好品格 桃园市正风处以高中职学生为对象 举办113年你的设计价值连城连结意象专稿比赛 吸引来自各地130件作品参赛 画出他们心目中的连结意象 最后选出22件得奖作品 从即日起到8月2号在市府一楼穿堂展出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同学们的创意 最主要是希望我们透过这种设计营 连结设计营的概念来广泛的邀请 我们全省今天不只是只有我们桃园市 是全省的各高中职发挥学子 青年学子发挥创意 将设计的理念把连结在他心目中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来导致现在社会上近期的也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连结 不诚信的一个行为 将他们利用这个设计的手法 把自己心目中对连结的一个概念 把诚信正直连结这样的一个概念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今年也很多说到很多的我们的学子 总共投了一百三十几件的作品 真件作品由很多同学都以莲花跟竹子等连结异象植物为题 延伸创作了不少可爱又吸引人的吉祥物创作 民众表示这样的活动很不错 也可以让年轻人了解连结激发想象力 我想政府利用这个机会 让青年学子跟很抽象的连结的名词 靠这个连结的意象来激发脑力激荡 让青年学子能够透过漫画 比较活泼生动的具体的漫画来呈现 也是展现一个 让学生有一个对连结的价值观的追求 我觉得蛮好的 陶卫市针锋处长表示 希望透过针键比赛将连结观念向下扎根 欢迎民众跟市府的同仁在展览期间 一起来欣赏同学们的创作 另外从直日期到8月2号 还有网络票选活动 参与票选还有机会筹限量豪力 那今天利用了我们市府一楼的展览馆的场地 来做公开展示 本次也为了要让更多的市民朋友 能够到现场来共襄盛举 所以本次的活动也特别欢迎各位 来现场看了之后 扫QR Code的方式 把你心目中最喜欢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吉祥物 利用QR Code来投契给我们 我们将从中再抽取三位的幸运人 来赠送神秘的礼物 欢迎各位踊跃来参加 你的设计价值连程 连结意向真稿比赛得奖作品 在8月2号前都会在市府川堂展出 邀请大家一同看展 支持推广连结文化 证件比赛颁奖典礼 也将在周五上午在综合会议厅举行 迎接这22件精彩作品得主的荣耀时刻 记得在维一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